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15号在参加全国高校抗议讲座时表示 无症状感染者和后遗症之间没有显著关联 另外奥密克戎病毒也不存在北强南弱的区别 他也说感染了奥密克戎之后一般一年左右不会重复感染 15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全国高校抗议大讲堂 发表新冠Omicron疫情动态及应对的演讲 对于近期网上北方毒株比南方凶的说法 他谈到北京流行的变异株以BF.7为主 广州流行的变异株以BA.5.2为主 本质上毒株不存在区别 实际上现在在广州也有一些发热很高的 全身疼痛也很明显 那么在北京看起来发烧的比较高 全身酸痛的话有明显一些 也可能跟气温有关系 也可能跟菌株进一步有陶育也有关系 所以从这个看起来应该说南边跟北边 这两样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现在不少内地民众半开玩笑说要尽快大家一起羊 钟南山强调说不可取 不是说我们现在不要管他们 早也羊晚也羊 不如早点大家羊 这样的话大家羊会有问题 因为人一方面会影响我们的工作 第二方面中国人口的基数很大 要是很短时间大规模的感染 它不但影响正常的生活秩序 它有可能还导致新的变异株的出现 那就会出现新的问题 钟南山提出目前众多数据显示 感染过一次奥密克戎后 一年内再次感染的比例非常小 而卡塔尔一项研究表明 奥密克戎感染一次后 患者一年内有76.2%的概率 不会有症状 感染了一次以后 得第二次感染的保护率 就是他不得的机会 是达到92.7% 也就是说他得了一次以后 第二次很难会得了 我是同意这么一个看法 你得了一次奥密克戎 尽管有些症状或者没有症状 实际上就像打了一针疫苗 钟南山也引述了一项 苏格兰大型队列研究 显示无症状感染者 与后遗症之间无显著相关 而目前也还未看到 新冠肺炎特别明显的 对器官引起长期功能不全的案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